基本上以後你們要撰寫程式的話 如果已經有建專案的話 那你就不用再小同重新建立啦 反正第一步記得以後你要寫程式的話 記得在src上按右鍵 這個地方new一個什麼new一個module module的話在這邊因為沒有python 我們python主要是外掛的 所以記得other other的話這邊會跳到有個叫什麼pydiff的module 所以你就選pydiff的module按s 記得以後的話 通通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專案了 不需要額外增加 然後你只要什麼以後在src上面按右鍵 右鍵之後選什麼 選pydiff的module模組就對了 OK模組的副檔名反正就點py 只是說你要給它前面的檔名 OK還幫你存起來 反正以後你存檔之後就都放在這裡 你把它打開就可以繼續再修改了 OK大概是這樣子 一直到最後我們總共10次上課 每次都一樣 所以這裡基本上第一週 可能會需要記的東西比較多 之後大概就是固定的流程了 程式都寫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如果你要寫完之後要run的話 記得就上面有個run 有沒有把它run一下 結果就會顯示在下方 OK大概是這樣子 也沒什麼別的啦 反正考試的時候也是類似流程 他就給你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把程式寫完 寫完之後run OK存檔 然後上傳 上傳到雲端他會馬上去幫你評分 如果過他就綠燈 不過的話就紅燈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pydiff就按next next之後的話給他一個名稱 那名稱不一定只能用英文的 你用中文沒關係 比如說我們這一題叫什麼 叫中文名稱的話 也許你給他一個叫判斷年齡好了 OK 比如說這邊的話我可以 呃 輸入一個叫判斷年齡 OK 然後 這個package這邊空白 反正以後就這個name的部分給 然後finish 這個時候他就幫我什麼 產生一個新的這個模組 OK 然後呢 並且會跳出一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叫template template就是樣板 意思說你這邊程式有沒有樣板 如果沒有的話你按cancer就好了 那什麼叫樣板 基本上就是有些程式固定都是那些東西 他可以先建好所謂的template 然後你將來這個樣 template應該叫 那叫樣板好了 OK 然後他會幫你把那個樣板 直接就幫你帶進來 那有些程式你就不用再重擋 OK 如果沒有你就按cancer就好了 把它cancer掉 OK 或者是empty 空的也OK 好 然後這邊按cancer 下一台的話我們就可以撰寫 我們要的程式 然後我講過 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要在外部輸入 輸入什麼 輸入年齡的話 那當然一樣 第一步 我們就是輸入什麼 輸入的話用input 不過你input的前面一定要有一個變數去接他 因為你必須輸入完前面放在一個變數 變數我們上個禮拜有ABC嘛 這禮拜一九是放年齡 所以我給他一個那個變數名稱叫H好了 H等於什麼呢 後面就接input OK 後面的話呢 再給他一個括弧 裡面的話呢 就放個字串 就將來呢 你執行的時候他會跳出來 請輸入年齡那幾個字 OK 所以這幾個字 所以這幾個字 把它輸入上去 因為這個 這幾個字 我懶得打 所以我就直接從這邊call OK 請輸入年齡 那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的話 你執行他 他這邊也是會出現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是請輸入年齡 那你大概輸入15的話 Enter他就幫你把15放進來 不過特別注意 你如果輸入完之後 這個15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個動作 判斷什麼呢 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Type好了 我上禮拜講過 Type什麼呢 Type他的形態 什麼來個形態 Edge的形態 我想知道一下 我輸入了這個資料 比如說我輸入15的話 當然我們看到是一個數字 可是呢 Enter過之後的話 請你幫我把這個 Edge裡面他的形態告訴我 一下Enter 你會發現 他返還給我們的是一個String 那如果是一個String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做那個小於大於 小於等於大於等於 那種 什麼 做比對的話 很抱歉 不行 因為他不是數字 所以不能比大小 只有數字才能比大小 文字的話呢 沒有辦法比較大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把它轉型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會在這個 Input的外面 再包一個轉型的函數 我上方講過有沒有 如果我要想要把那個 字串 文字轉成數字的話 你可以用Input 叫Int 前刮符 然後到後面在後刮符 OK 那這杯水啦 因為 這邊可能的問題 你要轉成數字的話 要注意一點 如果Int 就是一定是整數 那如果說呢 你那個資料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Int 或者的話呢 你輸入之後 不還有年齡沒有什麼 我今年 15.5歲 沒有這種吧 OK 一定是整數 15歲就15歲 OK 如果他有小數點 你就不用Int 你就用Float OK 如果你沒有用那個 這個Float的話 那他的小數點呢 就會自動幫你捨棄掉 那就會造成錯誤了 OK 好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在執行過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年齡 15 Enter 你會發現 它就是一個數字了 OK 如果他 這個地方沒有注意到的話 後面 你即便做邏輯判斷 也會失敗 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好 那我大概這個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判斷 邏輯的話 這個邏輯 我是自己想 未成年是18歲 沒問題 然後18歲到30歲的話 是青年 31歲到65歲是壯年 那剩下來的 其實就是什麼 65歲以上 65歲以上 就是老年的話 成事該如何轉型 不過在寫這個之前 我們先寫那個 成年未成年好了 反正成年就是18歲以上 未成年呢 就是18歲以下 假設我今天要很簡單 先做那個兩重的判斷 好了 城市大概如何轉型 特別注意 未來那個邏輯 在城市裡面 占的重要性非常高 所以你要很流暢的寫出來 if if接下來的話 後面你就要說 如果呢 h 你輸入年紀 如果小於18歲的話 再來這樣 所以後面if空一個 後面就邏輯判斷 那判斷完之後 請你加一個冒號 這規則 意思就是說呢 冒號下面呢 就是要做什麼 如果呢 他小於18歲的話 你就print著什麼 print著 我就輸出什麼 他未成年 反之的話 這邊未成年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成年 反之 所以你如果現在寫這樣的話 執行 他一樣會work 比如你輸入15 他會print著什麼 未成年 可是要是 但是我現在如果輸入什麼 輸入20歲的話 他已經成年會怎麼樣 Enter 沒有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寫一半 一幅有沒有 還寫到這裡 那如果反之的話 該如何寫 反之特別注意 請你在 在 這個這一行 按Enter之後的話 把 這個程式倒車到前面去 按一個backspace 然後打一個什麼 關鍵字叫else Else後面呢 請你加一個冒號 意思是說 反之 冒號有點像 我要做什麼的意思 OK Enter 那我就是輸出什麼 輸出所謂的成年 然後把 上面這一行 複製過來改比較快 那我就 假設我今天輸入20年的話 他就不會跑到這邊來了 而會跑到這邊 你成年的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輸入20 Enter 成年有沒有 剛剛是沒有 所以現在有了 好 那所以 第一階段請各位 先撰寫 這還蠻常遇到的 就兩重的邏輯 一重邏輯是這個 只有這個而已 這叫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就長這樣 那多重邏輯 就是還有什麼 青年壯年老年 同一堆 那你要做邏輯 怎麼寫 待會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講 現在很熟 因為以後的話 很多地方都要這樣做邏輯篩選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種東西其實在那個 Excel裡面也常見 就是有衣服 有沒有 衣服裡面做多重判斷 那只是說呢 那個 Excel裡面就是在單一個儲存格 裡面下一個公式 那Python的話呢 它可以循序的寫 OK 那Input的話 Excel是輸入到儲存格啦 只是說這邊的話 它沒有儲存格這種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變成你要用Input 然後Input的這個函數 它幫我們接收到之後 丟到前面去 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但是要記得 這個很容易出錯就是Input 接收到的資料 一律都是文字 以哪怕你輸入的是數字 它還是會自動幫你變成文字 這個是規則 你不要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它會這樣子 可不可以改 不可以沒辦法改 因為它Python是內建的 內建的意思是說 我們只能夠 遵循它已經定義好的規則 我們就是Follow它的規則 我們能做的時候 注意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將來的話 記得呢 一定要 轉型 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那就會出錯 不過有些地方不用轉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需要的就是一個文字 那就不用轉了 OK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判斷年紀 所以年紀的話一定要轉 OK 所以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這一部分